得了颈椎病脖子不舒服 经常感到头涌眼花 有时候手脚还会发麻 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那么平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经常按揉两个穴位 也能缓解症状 之前我也分享过 大家反馈都不错 所以如果你有空 不妨跟着我练一练 现在呢 我告诉大家两个 对颈椎病患者很有帮助的穴位 建议大家呢 点赞收藏起来 以免划走以后就找不到了 得了颈椎病 长按这两个穴位呢 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第一个穴位就是小海 小海穴就在我们胳膊肘肩的位置 对应这个骨头的内侧 我们叫吃骨阴嘴 吃骨阴嘴的内侧呢 有一个小凹陷 就是我们常说的麻筋 按这个穴位时呢 手会发麻 就是我们的麻筋所在 经常按揚这个穴位呢 可以减轻烦躁情绪 或者缓解头痛头拥 对颈椎病的治疗呢 也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个穴位呢 就是合骨穴 就是我们的大拇指和食指之间 虎口的这个位置 有酸胀的感觉呢 就对了 如果颈椎不好 随时可以按一按 揉一揉 失眠呀 头痛啊 头拥 手麻等问题 按一按 合骨穴都有很好的帮助 按住以后呢 稍微用力 感觉酸酸的 胀胀的 就说明有效了 坚持上五到十秒 来回揉一揉 然后再放松 再按一按 因为这两个穴位好找 而且比较浅 容易操作 经常按压这两个穴位 对您的颈椎呢 有很大的缓解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